今天我给所有所有的朋友分享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我的个人签名 我用了很久了 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 我选择了改变自己 这句话送给大家 对我这几年的经历特别特别的重要 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 我选择了改变自己 打个比方吧 说有人做自媒体做短视频 说没有粉丝没有人关注你对吧 你想想红贺从上半年开做的时候 今年是六现在六月份对吧 我拍短视频的话大概是二十天 以前写悟空门答 也就是这几个月吧 从一个粉丝都没有 到什么到十多万粉丝 说我无法改变别人对我的关注 我也无法改变别人什么呢 别人打击我 嘲笑我 但是我能够优先改变自己 你们做自媒体 你们创业也好 决定了某一条道 某一个事情 当你不能够改变别人的时候 比如说别人说你句好 别人支持你 别人关注你 别人点赞你的时候 你要优先的改变自己 这个改变自己 其中包含了一个核心 就是当你认为自己的自尊性 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得自强 自强才是你唯一的解救方式 还有的话呢 你要做好你自己 就是他们不看就不看呗 反正我们在做自媒体 又不花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身边很多很多 做自媒体人 最成功的两个核心愿景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说当我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 我改变了我自己 怎么改变呢 我一天写三篇 我一天不行 我写三篇 三篇不行 我写五篇 我坚持写一年 我就给自己试一篇 然后呢 是什么 反正这个平台又不花钱 我就把它当成写日记了嘛 人生都要一个记录吧 说你去年做了啥 我不知道 看看这个记录 你不是给任何人写的 你是给自己写的 你也不是给任何人拍的 是你在给自己留个记性 留个印象 留个念想 说你这要有一天 你录了十个 录了一千个短视频 那能一样吗 那不一样 那你有一种荣耀感 说你看这就是我 现在的你很衰老 但是那一千条短视频之前的话呢 你还什么呢 思维还那么敏捷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我给大家解析这段话 就是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 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观点 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知识 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关注的时候 你要改变你自己 你从你自己开始做 当你把自己做好了 你就一定会影响别人 这么说吧 打个比方 说现在我看一个人啊 说这个做某件事情 我第一眼我可能不关注他 我认为这个人肯定做不好 可我说我不相信他能够做好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可是你会发现啊 他即便失败了 他也在坚持 他每天都在苦力的做事 他能够坚持一年以上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显然不会太坏 你做自媒体更是这样的 说你做自媒体做的不好 你粉丝哪怕是一百人 但是呢 你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一千条的沉淀 有一时间我一看 这个小伙子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啊 记者啊 人为人和人为 其中人为就代表了能力吧 为人你看 人家做了十多条 二十多条 人家这个小伙子很专注啊 所以才得到别人的敬重和敬仰吧 是不是一个道理 很多很多人 就是能量和这个能力影响力 都比我高到多的人 年纪又比我大的人 就说这一句话 说红贺 从你写QQ空间 到这个自媒体 到这个公众号 到今天这个今日头条 咱就以今日头条为例的 说当时你就零个人 我们都不看好 说这个竞争太大了 你又不是小先用 可是当了你做了半个月 我们一看 你一步一步做的很踏实 我就明白了 你这十万粉丝是苦逼矮来的 你也会有一百万粉丝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做人 为人和人 做的成功所在 所以呢 最后我总结啊 我今天送给大家这句话 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优先的选择改变自己 这个自己就是我说的 人为人和人为 不知道我的这个个人签名 和我送给大家这句话 大家有什么思考的和生死的 这句话包含了很多 懂的人 有经历的人 一听这句话就会出动 当然没有出动的 无动于衷的 也没有关系 因为生活嘛 就是一个风景 每个风景都什么呢 都适合不同的人 谢谢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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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